1月27号,中国宣布成功进行陆基反导拦截试验,但是官方并没有公布具体细节。 对于中国反导测试使用的是何种拦截导弹,一时引起外媒纷纷猜测。 有美国专家分析称,中国所用的拦截弹很可能就是SZ-19导弹,其中SZ指的是发射地双橙子的缩写。 SZ-19则是在双橙子发现的第19种导弹,这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给未知型号导弹的传统命名方法。 也有外媒猜测,红旗9防空导弹是中国陆基中转反导系统的核心,因此SZ-19或许就是红旗9防空导弹。 外媒分析称,由于中国在同时发展多种反导系统,这次中国的海基反导可能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红旗26型导弹。 中国海军目前的海基反导系统是海红旗16型,部署在最新的052地区逐舰上,而红旗26则是它的升级版。 这种导弹射程更远,类似于美国的标准三型防空导弹。 那么,与陆基平台相比,海基平台的中段反导到底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呢?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分析说, 我们现在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,1.8万公里的一个海岸线,保护我们自己的海洋国土,需要将我们的战略众生向前移,向海洋来进行移动。 这就需要我们自身要打造具备海基能力的一个中段拦截反导系统。 同时呢,要建立一个多层保护的机制。 换句话来讲,我们是预敌于国门之外。 有外媒猜测,红旗26可以搭载在052D大型通用驱逐舰上进行发射。 不过,也有分析认为,052D装备有64单元新型导弹垂直发射系统, 中低段防空反导可发射红旗9导弹, 中高段反导有海红旗16型系统, 本身配置已经比较完整。 或许红旗26反导系统将部署在更大的海基平台。 那么,这个更大的海上平台到底是什么呢? 或许前不久曝光的055型中国巨舰, 能够成为红旗26的最佳栖身之所。 这款满载排水量达12000吨的大型驱逐舰, 据称超过了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日韩宙斯顿舰, 仅次于美国在舰的DDG-1000巨型驱逐舰, 一旦服役将成为世界第二的导弹驱逐舰。